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Youtube 剪輯師 騙師的價格 我是一位藝術家 從2010年開始踏入影像創作的世界 運用視覺張力創作各種動人故事 這些年來已經製作過上百場商業影片與平面攝影 成為網路與實體店面最好的行銷素材 幫助個人與企業或流量與知名度 我喜歡在社群平台與大家互動 分享幕後畫序和拍攝技巧 邀請大家一起加入 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Youtube會出現騙師這種奇怪的行業呢 我覺得就是 Youtube 大家原本是開心做影片上傳的一個平台 但是慢慢的走向為商業利益的平台 所以變成大家都想要賺錢為目標 而不是開心做影片為目標 所以呢 你要賺錢你就需要點閱率 那你點閱率不夠 你就做很多很多影片來充點閱率 那很多很多影片你就會有很多素材 然後很多素材你就自己剪不完 你就會有騙師這種奇怪的行業出現 接下來就來到我們的重點 剪輯師的價格 那為什麼剪輯師的價格通常都不會很好呢 都是幾千塊幾千塊 甚至有到幾百塊這種奇怪的價格 那我們反過來說 為什麼會有價錢很高很高的剪輯師來剪Youtube影片呢 價錢比較高的剪輯通常是一個團隊一個團隊來做執行的 像是有人負責剪輯 有人負責做字卡 有人負責做動畫 他們要分工合作 我們才可以快速的製造更多的影片 然後我們才能讓這個影片在這個頻道上有更多的觸及率 然後有更多的點閱率 然後我們就會有更多的錢來讓我們繼續剪輯 但重點是這種機率真的是超級低 你知道Youtube上面要賺錢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你需要有多少點閱率 我們直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頻道到底成效怎麼樣 Youtube後台可以看到這種資訊 1000人觀看你可以獲得多少錢 所以我現在頻道平均值是1000人觀看1.25塊美金 差不多是40塊台幣 1000人40塊 1萬人400塊 10萬人才4000塊 所以在Youtube上面賺錢其實沒有這麼容易 你不可能每一支影片都有百萬點閱率吧 那是一個非常少數人才可以辦到的事情 那你的影片如果通常落在1萬到幾十萬之間的話 那你的剪輯價格差不多就落在那個區間裡面 頂多那個頻道的人想要給你對半分 那應該已經是最大的區間了 所以我影片開始有講到 我們的Youtube慢慢轉向為商業利益 為了賺錢能力而生產影片的地方 所以大家為了賺錢就跳到Youtube裡面 生產一大堆影片 所以你假設你一個月拍攝5支影片 然後一個月下來你可能獲得5000塊 那剪輯師的價格就會超低 因為你根本沒有賺那麼多錢啊 但是他們就覺得他們的要求沒有很高 好像覺得剪輯師就不需要花這麼多錢來支付這個剪輯的費用 我目前遇到最低的剪輯價格是300塊 300塊要剪輯一整支影片 但是他的要求真的是超級超級低 低到一個你無法理解的低 就是他只要你把影片剪剪剪剪 然後就好了你就可以輸出上傳 他不用上次卡 你不用給他什麼效果 你不用給他任何東西 你剪完上傳他就給你錢 所以我就把他封鎖了 但是我相信我們市場上一定會有人接受300塊剪輯一整支影片的人 那就給他剪啊 我是沒差啦 但是我相信一定不會在一夜間我們YouTube框框下面 瞬間我們的剪輯師後製的人價錢忽然可以併高 就是我們的薪水可以併高 這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我們的Google呢 盈利非常非常困難 給的錢太少了 就這個框框裡面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想要賺錢的片師 那你就去剪其他的片 可能廣告啊 或者是其他的工作室 這樣子賺錢會比較快速 而不是來剪一些幾千塊的YouTube影片 最後如果你想要在YouTube賺錢的話 你應該換一個想法 變成你想要在YouTube上面分享什麼你喜歡的東西 這樣子製作影片就會變輕鬆愉快 而不是滿腦子都在想賺錢 最可怕的是 你窮的只剩下錢 你窮的只剩下錢